各位同學,大家好 非常高興又到了Mr.Jane教英文的時間 在前幾集裡面 我們曾經跟各位同學提到有關於比較集的用法 在比較集裡面,我們製作有關於第一集跟第二集 在第一集裡面,我們提到了比較集形容詞的自我一個變化以及它的基本概念 在第二集裡面,我們敘述了這個比較集的各種不同的劇情 以及它的特殊劇情 還有它的劇情之間的代幻 在今天第三集裡面,我們要提到有關於比較集的兩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有關於獵人比較以及原集比較 這樣的話,我們就把比較集整個輪廓講得非常清楚 整個比較集 那麼當然也希望這些影片如果對同學有幫助 別忘了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能夠隨時接到我們接收到最新最新的一個影片 好的 那麼我們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是有關於獵人比較以及原集比較 那麼獵人比較跟原集比較是怎麼樣的情況呢 我們看一下獵人比較 那麼獵人比較在前一集第二集 我們也略略提到有關於這個獵人比較是用less這個字 而less這個字跟more一樣 後面通常要放一個原集動詞 原集 要用原集 就是說它不加ier也不加ier 是一個原集的一個狀態 那麼 所以說它的原集就沒有變化 沒有變化 那麼我們看一下那個獵人比較的劇型是什麼樣的情況 我們來看一下 A加上B動詞 因為我們說過 那麼在這個下學期第一課所介紹的這個比較集 是屬於形容詞的比較集 那麼形容詞前面一定會出現一個B動詞 B動詞加less 叫叫叫不怎麼樣 這樣原集加變成B 就是A不比B更怎麼樣 或者A比較沒有怎麼怎麼樣 比起B來講 那麼這叫獵人比較 好的 那我們就來做幾題 這個例句的帶入這個公式 然後再把這個劇情來告更清楚一點 好第一題 你不比他高 没有比他高 叫less 好,原子痛 所以你不比他高 You are less than he You are less than he 第二题 这只刚比不比那只刚比贵 The pain is 比较不贵 less Expensive and that one 这只刚比是 比较没有那么贵 比起那一只 第三题 海伦不比舒坦漂亮 是比较美伦漂亮 less beautiful and舒坦 比较没有那么美 当然这个beautiful是三音节 不管是这个在列等比较 或者是所谓的 一般的比较里面 他都是用原集的方式 因为more beautiful 和less beautiful 都用原集 非常重要 所以这个叫列等比较 less加上原集 第四个我们叫原集比较 或者我们叫做同集比较 就是一样的一样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剧情公式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比如说剧情1 我们看一下 两个剧情公式 两个剧情两个用法 好,第一个 a加b动词加ers 加原集加ers 叫ers ers 但是这个公式在高中也会经常使用到 就是这个会在高中在进一步的演进 原进 那么ersers加b加 a像b一样 a跟b一样 就是you are he 好,我们看一下 你跟他一样高 刚刚是不比他高 现在是一样高 ers toeers 好的 这个地方记得一定要放主格 我们一开始讲的 你这边放hees或him就不对了 第二题呢 约翰跟玛丽年纪一样大 注意哦,大会是big哦 年纪大的话他上old old 就是跟他一样的老 叫做ers o ers 所以 John is as old as Mary 约翰跟玛丽年纪一样大 好,那么剧情二呢 我们来看一下 a加b加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它两个都可以 在肯定句里面我们只出现一个ers 而在否定句里面出现的ers 跟so表示 他这两个都可以使用 都可以使用 尤其是so只能用在所谓的否定句 好,否定句 好,这个地方我们少一个nut 好,这个地方要補一个nut 他是没有如此的怎么样不同 这个是so用在否定句 好,ok 所以a不像b一样如何如何 好,我们一样来做几个例句 并做一个 所谓的句型的代换 把我们学过的这个 一般的句型 比较极的句型 来跟这个 这一个所谓的 同级 原级比较的句型 或同级比较的句型 来做一个 来做一个互换 好,我们看比如说 以第一题来讲 彼得没有我高 没有 so 当然你这边写ers 也可以,ers so都可以 so to nenai 彼得没有我高 两个都可以 那么换句话说 彼得没有我高 就是彼得比我矮 就是shorter 我们做个代表 倒过来字 我就怎么样 比它高了 told 所以这个比较极是非常灵活的 比较极是非常灵活的 它可以很多不同的句型 但甚至也可以代用less less tone 或者less short 也可以 那么 这是一种巨型的代换 当然到最高级的时候 还会把最高级跟比较极 巨型来再做一次的交换 会更加复杂 因为通常在考 这个 比较极或最高级的时候 它是混着考 混着考 最高级变成比较极 比较极巨型 又化成最高级 很多同学会在这个地方考 所以我们讲到最高级的时候 也会再回到比较极 这个地方来做一个互换 互换 非常重要 第二题呢 我们看一下 湯姆年纪不比约翰大 我们一样 not 没有这么大 so old us 没有这么大 当然你这个地方也可以用us 但是so只能用在for h 好 汤姆没有约翰年纪这么大 换句话说 汤姆就比较年轻的 younger 比起约翰来讲年轻 那倒过来就 约翰是怎么样 那他年纪比较大 older 所以说 汤姆没有约翰年纪这么大 Tom is not so old as 或者是 Tom is younger than John 汤姆是比较年轻的 或者是到过来 John is older than Tom 所以这个是非常灵活的运用 那最后我们再强调一点 so so us 这个同纪比较 只有用于否定的句构中 所以要特别注意 肯定绝对不行 尤其在选项里面 很容易我们看到so us 就选对了 没有去注意到是否为肯定或否定 所以特别注意的 好 所以这个句型是对吗 so beautiful us 当然这是肯定句 所以当然是错的 非常重要 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就把这两大句型 再做最后一个补充 这里算是一个补充 因为在这个比较集里面 它这个部分都属于列在最后来讲 最主要的句型是在我们 在第二集里面讲到那几个 比较集的重要句型 当然也包括比较集 行动词自语的变化也非常重要 那今天我们介绍到有关列的比较 用less加上原集 以及同集比较 我们叫原集比较 里面包含的是 或者so us 但是so us 只能用在否定句 不能用在肯定句 这一点 请同学要牢记在考试的时候 特别小心 那么今天我们的介绍单元就到此 希望这个影片依然的对同学有帮助 那么接下来寒假 我们的这个部分 我们还是陆陆续推出 国中以及高中的英文法 希望能够帮助到同学做一个学习 当然也希望同学觉得影片对你有帮助 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随时接收到我们各式各类的文法 谢谢 谢谢 谢谢